这是一年一度的IDOLERS GAMES 而这一场则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宝石节日 因为来自全世界的RWB车友 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用速度与造型跟大家打招呼 那为什么想跳这样的场合呢 很简单 因为IDOLERS的精神并不是要比输赢 而是要让已经长大的汽车少年们 还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 它是中景企 退下来之后慢慢把精力放在改车上头 而这一改就是二十多年的时间 为什么就爱宝石节的气冷款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一类的911够机械 够经典 只要有新 绝对可以改出够夸张的视觉效果 2009年东京改装车展当中 宽体 宽胎 一整个霸气的宝石节 熟度亮相 当年的中景企就坚持 每一辆都必须是由自己手工打造 到现在不论是日本 台湾 或是远到美国与欧洲 从贴胶带到切割 再到打磨发亮 中景企依旧要亲自掏刀 因为每一位车主的需求都不一样 流水线的施工方法 无法细腻表现出暴改的风格 一般来说 这种霸气风格来自于保感 测曲 以及宽体 轮弧这三大部分 至于新跟旧要如何接连在一块 其他类似改装工厂的做法是 换个新壳就搞定了 但中景企他选择的方法是 切掉窄的 再用锚钉螺丝把宽的装上去 霸气之外还多了些手工的风格 一辆车要两个工作天 再远也都要自己动手 就是因为这种坚持 也被台湾车友叫做 爆规的改装风格 现在甚至还出现在赛车游戏当中 从原装开始变身 真实生活中 玩不到爆盖风格的车友 这个时候也能拉风上路 从单层设计 进化到双层尾翼 从原厂的285胎 改到后来的335宽 什么风格才叫好看 自己喜欢最重要 有点赛车的转发